将踏入86岁高龄的修哥 胡逢 将于夏月10 11日 在香港宏馆举行86破设纪录演唱会 修哥日前接受媒体访问 直言自己有儿有孙有曾孙 是相当幸福的事 这一切全靠太太付出 但遗憾的是太太吕永和 前年离世 未能分享现在的快乐 谈到也高龄开个唱 修哥说首要是平日多做运动 有健康才有体魄做喜欢的事 这句说话由他讲最有说服力啊 谈到这次的歌唱 胡逢表示 今次宏馆演唱会 叫86破设纪录 我本身毛审过要破灭纪录 但主办单位觉得你年纪寒打 用宏馆演唱珍惜一个纪录离 韩就用了个名罗 修哥又说 你幻86岁 重有韩开活力 原因平时多做运动 令自己健康有体魄 韩先做的好多野萌 有好多有钱人都话 我情愿用钱买番 我太健康 就是因为某健康 许有钱都无会好快乐 2012年 胡逢个唱 请到去在黎明做嘉宾 为之今次黎明会否在 做企业演唱会的嘉宾呢 2012年 胡逢个唱 一众孙仔 孙女上台 一起唱歌 好文心 修歌原名 胡介修 1953年考入大城公司 开始他的电影生涯 首部作品是男人心 也是令他一夜成名的作品 即后他和多位当红女星合作 60年代后期还和小芳芳 合作过不少歌舞片 修歌因武艺精湛而被封为 舞王修 胡逢 在影视圈地位崇高 人员极佳 在他80岁时提为 为其举行人生80进风 首大批影视明星及名人 送上祝贺修歌曲 一名封树的封 因封树一年四季都是红色寓意的娱乐圈 长红干脆入行的修歌 已经红足60年 谈到家庭 修歌笑着说 我珍惜好幸福 同孙门 孙好大哥啦 最细都已经读大学 颠童取完 一家我系同曾孙玩 取一见到我叫太公 太公走来 你拦住我系 我那样也已经足够 罗已经够罗 前年10月修歌爱妻 吕永和因病离世 失去老板 令修歌大受打击 接受采访时 他说 当然啦 我有个很好看家庭 多谢太太一手造成 喊我梗 系开心啦 可惜取一家无堵了 说是修歌眼红红好感触 相信他至今仍相当想念爱妻 从有60年 修歌尤静在小生眼的祖父亲祖父 限制中他更紧一步 上到太公 极好犀利 违想当年 胡锋事业起步不久便迎娶 修嫂 吕永和 西下有个大家庭 五个宰女 六个孙 两个曾孙 能够四代同堂 修歌坦缘好幸运 工作之余 见识弄孙为乐 但他曾说 绝不研修 希望可以通曾孙玩多 不过工作 谢我生活一部分 我好享受 所以无会退休 胡锋在圈中人员及家 有不少气宰气女 他之前接受访问时 透露 太太 吕永和 前年离世 一种气宰气女 轮流请她 食饭 谢谢大家